都说人生的滋味呢是酸甜苦辣 什么味道都有 不过幸福的味道就只有那么一种 那就是甜到心坎里 这不在舞台上把古典美女演绎的 唯妙唯肖的李玉刚呢 近日呢就把自导自演的舞台剧 招军初赛搬上了保丽剧院的舞台 啊 瞧他那饰演的王招军 嘴角那么甜甜的笑 还真是让人读出了幸福的味道 你来看李玉刚来表演 他就会给你一种实实在在的 跟你在一起 现在整军初赛 你在做总导演 对 这对你来讲 那简直就是事无巨细 就更累了吧 辛苦嘛 但是这种辛苦也是我愿意 舞台上身着华美戏服的李玉刚 已经成为男扮女装反串演出的代表 草根歌手出道的她 十年前不断做出新的尝试 从举办世界巡回演出 拍摄影视剧 到三年磨一剑 自导自演舞台剧 再到新专辑中包办 原创了近一半的音乐作品 可谓是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 新专辑里哪首歌是你最得意的 那可能我还是喜欢莲花吧 我愿化作莲花伴你身旁 只为那一年的盛开供养 听说有一半歌曲是你最创的 对差不多一半吧 这盘专辑写了几首歌 也开创了说李玉刚 他不仅是一个歌手 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 我原本并不认为说我自己能够写歌 你想在我的艺术生命当中 包括这种表演形式当中 我都是自己化妆 自己设计衣服 在那一部分能够省出好多的费用来 那唯独我很大的一部分这种开支 在音乐上也就是找人做歌 等于你现在把这块钱也省了是吗 哎呀我那一天自己写出几首歌 最后被大家认可之后 我就感觉哇 我这个钱还花不出去了 为了省钱跨界音乐人 这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 但近些年李玉刚的确在不断开发 自己的艺术潜能 十万左右 待会儿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以后我以后写字会涨价的 你什么时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其实一直都有兴趣 我对于画画不陌生 因为我所有的化妆都是自己的 其实也是拿这个画笔 把脸涂得白白的 就是一张白纸 然后在这张白纸上 然后描绘出一个 比女人还要美 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今天有没有带来让我们看的 把衣服演习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衣服吧 非常写意 是哪首歌的 莲花 莲花一想都是粉红色啊白色啊 可是你这个颜色包括字都是 是不是有点阴郁的感觉 我并没有想到说画一个非常具象 具体的那种莲花 所以我在破墨的时候 这种墨其实是很稀的那种墨 然后我又使纸 把中间的部分 一些墨给稀掉 稀出了一些莲花的花瓣的那种感觉 其实很漂亮了 后来我感觉视觉冲击力还不够 我正好有细末的那个植物就站上了一点墨 就拍在了这个 是这样 相比前几年的大火 近年来李玉刚的曝光率并不是很高 然而伴随着新专辑的宣传 李玉刚一度抢了头条 感恩一切 红尘中来来往往 祝福所有善意的眼神 谢谢生命中有你 李玉刚老师 您这难道是要退出歌唱界吗 真的 李玉刚 你这是怎么了 我太不相信了 但愿这不是真的 因为这是一个酒店 并不是在寺庙里接受采访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新闻是真是假 那一段时间这两件事情 它是最热的两件事情 那有可能说 把他们俩联系起来 是不是这个点击率更高啊 还是怎么样 那对于我来讲 站在风口浪尖 我随时也准备接受这些 这也是必然的 我也没有办法左右 出家吃恋高圆圆 一连两次登上热搜榜 有人质疑这是一次炒作 李玉刚本人却为自己喊冤 事实上还有一个人更加委屈 只要爆出有关李玉刚 感情生活的新闻 他必然牵涉其中 时尚有多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 独黄黄 这个人也挺冤枉的 因为网上对他的那种风口浪尖式的炒作 也非常多 他是无意当中的中枪 现在还联系吗 还是做朋友吗 有一段时间不联系 但是最近又联系了 因为自从那个新闻出来 我特别担心他受不了 然后我就给范晓宁发了信息 打了电话 没有想到他那么淡然 他说他也做好了 接受所有的这个准备 当初你们俩 共同面对媒体的时候 感情是让人很羡慕的 然后一路走过来 想帮扶的那段时间 然后后来鱼刚火了 两个人却分手了 有人在说 鱼刚是不是膀胀了呢 就变了呢 然后才分的呢 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手 是小宁提出来的 是他执意要分的 是因为你忙起来了 或者你真的 对他的态度有变化 他受不了了 没有态度的变化 但是的确是忙起来了 小宁就是这样的 他其实 他就不爱讲出来什么事情 也许他真的伤过 也许他真的痛过 所以我都不知道 这时候我还不愿意 成为他的累赘 我相信 不管到什么时候 鲼刚绝对会 一定会心里 有我对他最真最真的 那一部分 我曾经也跟他讲过 我说 无论到天涯海角 或者说什么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战斗的 好战友 好知己 经历了和范晓宁 相差八岁的姐弟恋后 如今的鲼刚 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 这也急坏了 渐渐年迈的父母 那父母有没有着急 毕竟今年也都三十多岁了 父母着急 急得不得了 当然催了 母亲都因为这个都 急得不得了 我已经跟他们承诺过 去年就承诺过 我说2015年 我必须结婚 我一定结婚 行吗 普通还没有呢 现在 父母有没有安排你相过亲 安排啊 你去过吗 我没去过 我父母有一段时间挺忙的 我认为我就问他 我说忙什么 他说他出去给你相亲去 他们帮你去 他们到处看 但是看回了之后 他们自己就怕死掉了 就认为不靠谱 不行 配不上我儿子 他们眼光肯定太高 那坏了 有没有问过爸妈 你们像长什么样的 他说就像我嫂子那样的 因为我哥哥结婚之后 嫂子人特别好 就是人要好 人要好 职业有要求吗 圈里圈外的什么的 不同意圈里的 要找圈外的 对 坚决不同意 圈外的人好的 个儿不要太小 然后还得白的 因为我妈说他黑 她说千万不能以后再有孩子都黑 行 知道浴缸的标准了 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大家都替浴缸操刀心